還是騎機車比較方便 騎車時間上也比較... 就是比較好掌握 轉三班捷運真的 你光上下真的是太累了 每月一二零零 北北一好我都行 在2022年縣市長大選 參選台北、清北、基隆、桃園市長的民進黨籍候選人 共同喊出一二零零首都通交通月票的證件 除了把既有的一二八零定期票降價之外 使用範圍更跨出台北市跟新北市 涵蓋到基隆跟桃園 交通部更是隨機表示會盡力協助 並且至少補助一半的預算 然而這四位候選人最後全部都落選 但是交通部決意把通勤月票納為中央的政策 同時開放各縣市申請 更表示這是為了要提升公共運輸的使用率 不過回頭看看台北市跟新北市的公共運輸定期票 在2018年推行後 只有24萬的民眾是從私人運聚轉移成大眾運輸 在雙北650萬人口裡面還佔不到0.5% 遭到議員質疑CP值過低 是個砸大錢卻沒太大成效的政策 而對歷任台北市長都是個燙手善喻的內湖塞車問題 卻似乎沒有明顯的改善 所以交通部改推行更為優惠的1200通勤月票之後 真的能夠達成提升公共運輸使用率的目的嗎? 這次就讓我們實際走訪內湖科學園區 對於通勤月票的政策 市民朋友們買單不買單 知道現在的1280月票嗎? 是我知道 知道 嗯知道 嗯知道 我不知道 我知道1280月票 知道啊 呃不是改成1200了嗎? 顯然政策還沒開始 市民朋友們就已經非常有概念 不過知道跟利用畢竟是兩回事 不知道大家對於現存的1280定期票捧不捧場呢? 那請問你有用過1280的月票? 有 有 沒有 因為 所以就我划不來我大部分都用機車通勤嗎? 因為有時候就是 因為我搭的距離有時候不會超過 那個金額 所以我就沒有使用 啊因為我們上班這樣來回大概是80塊嘛 然後它就是達到一個次數它一樣會有折扣 那其實差不多 啊因為有時候我會休假 我覺得我不會超過 呃我是沒有用過的 其實我個人到家的 呃通勤費一天大概就是60塊 嗯 然後我如果20天都來上班的話都是就是1200 啊如果可能我只有假日 呃我可能假日出門的時候 這樣才會比較划算 但是我如果假日沒出門就不划算了 我有用過一個月 但之後就開始騎機車 欸?那為什麼後來決定開始騎機車? 因為我家住新莊 變成說我來這裡上班我要轉三班捷運 嗯 對對對然後後來還是覺得騎車時間上也比較就是比較好掌握 OK 而且之後也開始疫情嘛 你也不想人擠人就開始騎機車 其實交通部推行通勤月票的一大理由 正是因為2020年武漢肺炎疫情開始之後 大眾運輸的運量大幅下滑 即便現在已經宣布與病毒共存 運量還是只恢復到七成而已 從2022年底宣示政策之後 到現在已經籌備半年 並且預計在7月1號正式上路 不過對於這個可以降低通勤負擔的月票 市民朋友們清楚嗎? 請問你知道現在交通部準備在下個月開始 要推薦1200塊的這個月票 那你知道這件事情嗎? 不過我聽說 好像有看過新聞 但沒有追...就是... 秩序最多 有有看到新聞 真的蠻快的 這個我就不知道 你說1280嗎? 對就從1280減成1200這樣子 噢...不瞭解 是嗎?我不知道 看起來在政策的宣導上 可能還要多點努力 而且交通部可還自己訂了一個 提升公共運輸人口5%的目標 還引領出縣市內通勤 跟成績通勤兩種不同的月票方案 那我們現在是在台北市嗎? 那你知道這個1200的月票 除了台北之外還可以用在哪些縣市嗎? 新北市 基隆 基隆 只有這兩個嗎? 好像還有桃園 還有桃園 好像基隆吧對不對? 所以只有台北跟基隆 北北基陶嗎? 是不是北北基陶 北北基陶 對對對我知道 我知道這件事情 呃...桃園 嗯...我知道新北 然後台北 桃園 基隆我不知道有沒有 呃...新北桃園嗎? 嗯... 就這樣 還有基隆 可能有基隆跟桃園吧 是桃園嗎? 嗯 然後基隆是不是? 好像有聽說 那您知道有哪些交通工具 可以使用這個1200的月票嗎? 火車嗎? 公車捷運 嗯 應該吧 火車捷運 公車 這些 應該可以用在捷運 然後... 大眾 就是... 公車吧 嗯 火車可以嗎? 火車應該可以 呃... 公車捷運都可以吧 公車捷運 那還有其他的嗎? 還有嗎? 我記得是捷運 火車 公車 客運 基隆應該也可以吧 一定原本的捷運 捷運公車一定有 然後聽說還有台鐵 基隆也不知道有沒有 應該有 OK 因為如果到桃園的話 可能有機會到基階 那U-Bike U-Bike 對 U-Bike應該也有 捷運 然後桃園的基階 嗯 然後公車 對 還有公車 那如果是 我今天要搭火車或高鐵的話 不行 不行? 據我所知不行 我不確定 因為它會不會橫跨 好幾個縣市 OK 只要是在月票 涵蓋的縣市內 除了高鐵以外的大眾運輸 都可以使用 台鐵甚至還設置專門的閘門 所以對於這套更優惠 使用運具更廣的通勤月票 市民朋友們到底怎麼看的呢? 那你未來會想要使用這個 1200塊的月票嗎? 如果1200可以 可以就是這麼 就是這麼 廣泛使用的話 會 就是OK吧 會啊會啊 因為比較優惠啊 就是 因為住的地方就是重新北來啊 嗯 對 所以都會需要搭捷運轉公車 如果我有需要的話 會啊 我應該用不到 我會了解 我會了解 我還好 因為我後面公司 可以讓我遠去上班 十天遠去上班 所以也是看 也是看通勤的狀況來決定 對對對 因為目前我們公司還蠻 就是蠻人性化的 就是我們還是有一些 時間可以在家上班 所以目前可能還不會用 但是如果正常 上班之後就會考慮使用 我覺得在環狀 因為我家新莊嘛 在環狀線沒開之前 應該都不會用 就是還是騎機車比較方便 因為轉三班捷運 真的 光上下真的是 真的是太累了這樣子 從這次的街頭訪問 很明顯的感受到市民朋友們 對於新政策的好評 也貼心的指出這項政策的缺漏 希望能有更多的配套 相信有了民眾的支持 通勤月票 肯定能夠順利達標 至於內湖的交通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你今天怎麼來內湖的嗎 我怎麼來了我忘記了 我從捷運來 很遠 我在市政府看不經上班 但是我從那邊過來花了15分鐘 這個時候還沒有監工時間 我原本想坐公車 但是公車跑的時候下一班是1分鐘 那你知道從內湖上班的人都會開車了嗎 我知道我一直都知道 那你下次來內湖的時候你會選擇開車嗎 如果我那一天有開車出門的話 感謝領導大人的訪談 尬!尬爆!